菜有配在裡面嗎 菜有配在裡面 青菜也配在裡面 菜都在裡面 那很方便啊 對 很方便就直接加進去就好了 金針啊 什麼裡面都有 有蒜頭的味道 還有鹹鹹 你是不是在煮湯的時候 有滷什麼火這樣 它是說有 這個是熬了10個小時的 還有很多秘方在裡面 中藥材 秘方喔 還有中藥材喔 這超有名的 很多那種出國留學生啊 都會一回來就去買這個 然後還包在心底下 在帶出國 闖關耶 這樣很瘋狂 真的 我久沒吃了 好好吃 對啊 好久沒吃到 很懷念的味道 對 終於吃到大了是不是 從以前二師 二十年的味道 真是太好吃了 對 就這一種 對 而且它有甜味 對 很甜味 它裡面已經沙茶醬加 所以不要再沾沙茶醬了 很多人吃不完 然後其實對有那個魚頭 然後繼續再放 白菜 繼續放那些料 我們還可以繼續吃 對 再放一些冬粉什麼的 很好吃 因為我以為像你們跑美食 這個湯很濃耶 很濃 很濃 就是說它的濃並不是沙茶醬 一直加的 它的料很多 裡面料很多 煮出來那個甜味的濃度 甜味 對 真的很好吃 就是它的甜中 它是那種自然的甘甜 然後甘甜中又帶著這種 微微的辛辣 然後還有一些許的蒜味 我覺得就是 然後再加上它的沙茶 真的炒得非常好 好的湯頭一定是沙茶跟蒜 去弄出來的一個香味 所以再加上它 有大量的蔬菜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 如果怕對健康不好的話 就多放點白菜 就可以吃得稍微健康一點 我剛剛可以在想 它為什麼有那個辣味 好好被我發到證據了 辣椒在這裡 有辣椒 米酒 辣椒嗎 我覺得有一點辣椒 好像那個味道 怎麼又提上來 很提味 我覺得我很贊成放白菜這件事 因為我剛剛吃 本來小公吃這麼一大坨 吃相難看 但是因為實在滿好吃 我就給它整坨吃下去 它那個燉的爛爛的白菜 裹著就是所有的醬汁 而且我覺得它這下不錯的是 它有魚頭其實不腥耶 不會有土味 一般大頭裡的魚都很容易 就是一般很多的魚都是養殖的 所以養殖的魚都比較有土味 它這個都不會 好 我們來進這個第一名 雖然砂鍋魚頭濃郁的味道 還是我們嘴巴這樣一直繞 大家都停不下來對不對 可是還有人賣的那個人數 比它還要多的 這是第一名 好 第一名是什麼呢 這個麻油雞節 No.1的麻油雞 麻油雞節 它是台北舉辦的那個 對 台北的麻油雞節 去年跟... 就去年跟青年 它都是第一名 已經殘連了就對了 我跟你講 我覺得 在外面要吃到好吃的麻油雞 那真是 吃到要燒香拜佛啊 真的 不容易你知道嗎 很多都太淡了 那麻油也不對啊 對啊 可是你自己煮不可能啊 當然 就麻煩了啊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家是第一名 我們現在看一下 它過往的這個歷史 本來現在這樣就對了 對啊 它其實是從攤販開始 第一代是媽媽 然後已經30多年了 所以現在已經有店面了 就在吉林陸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老闆也是亂有經驗的 像剛剛那個都塑膠袋自己裝好了 現在都已經這樣 這個已經有 對啊 很高級的包摩 因為行李太好了對不對 對 而且他說買的人 很多都是高雄的訂單 高雄 很熱的地方 還會來吃這個麻油雞 我就覺得他們家真的很好吃 然後他有加一些中藥材 對 它的中藥材的秘方 有十多種 然後我昨天一直問他 他就說好 可以上電視講的 就是他們有用香菇來提味這樣子 是比較特別 這是比較特別的 對 高湯裡面有加香菇 這是滿少見的 我看一般都麻油 裹上薑 對 水就好 很多都只是加自來水 我老覺得那個湯 跟那個雞肉 跟那個麻油是分開的 分開的 他們是不同國的 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它的高湯 已經先煮好在旁邊 加了香菇提味 對 然後這個是 桂枝吧 這是什麼 周醫師 這個 對 這是桂枝沒錯 桂枝 對 桂枝會增加甜味 桂枝 提味的 對 這個是紅棗 這個是枸杞 這個是橙皮 老闆 你這個有講跟沒有有講 是差不多 完全沒有吐入你的秘方 是怎樣 這叫秘方嗎 對 我高度懷疑老闆拿錯 因為這是燒酒雞的秘方 燒酒雞 真的啊 所以它好像有賣 麻油雞跟燒酒雞是不一樣嗎 不一樣的 不一樣 它是有賣麻油雞 但是它是說它的秘方 可以講的是這幾樣 其它它還有吃幾樣 重要的材這樣子 但是這包裡面有 這包裡面 我覺得它應該沒有放 因為它怕大家看出來 它心機很重 我在桃子幹嘛 對 香菇 對 一樣的 對啊 老闆你這個心機很重 真的 它是它的藥材 一被大家猜到就知道是什麼 只有多一個我認識的 蜜棗 增加它的甜味 提味 提味的 是不是 有時候我們煮高湯 也可以加一個這個 對… 你就不用再加糖 甜的東西在裡面 它會自然的甜味 欸 很大風耶 你看這雞肉這麼大 對 哇 是雞翅 你看這個肉 哪那麼大一塊 我先喝一下湯頭好了 它這個算清喔 對 它那個是比較偏清淡口味的 還滿特別的 它真的有中藥味 濃 層次很多 可是中藥我已經分不出來了 我認得也只有這幾樣而已 它剛剛我看那個薑那麼大塊 它打開是沒錯的 就是用拍的方式 而不是用切片的方式 你覺得有差別嗎 有差 那個薑的味道會比較完全逼出來 這個為什麼第一名 是它這個秘訣 對 對不對 周醫師看你了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唉呀 吃不出來 對 但是我有在客家村看過 這種薑的方法是 它故意就是跟剛才說的 記者說的一樣 它把它那個整個薑的纖維都出來 這樣子比我們切片來的 好用很多 而且完全的味道會釋放出來 這種東西很厲害 我越吃越熱 你知道我好熱 好熱 這個女生冬天吃是不是滿好的 手腳冰冷是真的滿好的 手腳冰冷這樣最舒服 對 可是要避開MC來的前後嗎 對 金曲的量多的時候 最好不要吃 可是我覺得台灣很奇怪的是 麻油筋火鍋 我看都是男人在吃耶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麻油筋火鍋的 這個是團購的前五名 但是你們整個吃下來 如果你現在只能買一樣 你要買哪一樣 來 這個列尾 我應該會買這個麻油雞吧 這個麻油雞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其實現在吃麻油雞 你會發現很多人 他們那個甜味 都是來自你只要加額外那些味精 調味的東西 我覺得它這個自然甜味蠻棒的 其實對身體也很好 而且它酒其實放得有點多 大家現在都是已經吃到醉了 但是我覺得繼續冬天 因為冬天我覺得吃這個很棒 還不錯 對 我會買第五名的薑母鴨 薑母鴨 對 因為像第二名燒骨魚頭 是我最愛的 可是因為薑母鴨那是 它有一個故事 是一個老公公煮給我吃的 而且你知道現在台灣 有一個特色是 因為鴨肉的養殖非常好 所以請大家不要忘記 鴨肉現在是不毒的 是不毒的 而且它的蛋白質我覺得很好 連那個法國的鴨胸肉 都是有一部分是台灣進口 我覺得我會建議大家吃薑母鴨 因為薑母鴨是現在 中南部到北部 其實對於營養蛋白質價值都很好的 好 那這個天妮呢 我會買第二名的 砂鍋魚頭 砂鍋魚頭 一吃就完蛋了 為什麼 變成細胛吃砂鍋魚頭 對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以美味來說 它的味道其實是最多元 最圓融 然後它可能有蒜味 有辣味 有甜味 然後那裡面又有蔬菜 又有 又有肉 然後還有又有魚 對 所以如果你要 就是你可以一次吃很多東西 當然就是我們一次把它吃完 普林就不會很多 不要一煮再煮 對 找多一點朋友一起來分享 對… 好 那子綺呢 我會選第三名的 天山雪蓮天堂 果然是漂亮的名字都選的 我跟你講 什麼人吃什麼東西 就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這樣媽媽也不會辛苦了 媽媽一起來吃吧 我們直接買就好了 養顏美容 對 養顏美容 好 小孩子呢 我也是第三名 因為像我們這種年輕的女生 要我們自己煮不可能 有時候媽媽也忙 不可能幫我們煮 然後像那種市面 像那種美顏影 都比這個單價還要高 對 很貴 然後其實它如果吃熱的 應該也不錯我覺得 OK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別的東西 也是滋補 好